第四个人物 好那下面我们就来讲这节课的第四个人物 那在最开始的几节课我们学了这样一个概念 la negation 否定 否定 否定最簡單的是什麼呢 這是一個verde 這是一個動詞 動詞兩邊加neur-bar 動詞兩邊加neur-bar 表達的是 否定 表示否定 比如我說我不喜歡這部電影 je...neur-bar 電影 la film 注意我說這個 je n'aime pas ce film 我不喜歡這部電影 ok je n'aime pas ce film 那今天呢我們要衍生一下 我們否定除了說動詞兩邊加neur-bar 他還可以怎麼做呢 可能可以用動詞來表達 用意思 有一個動詞叫deteste detes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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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是 應該說是表示說不喜歡吧 不喜歡 你聽了有發音啊 aime 就是非常好聽 aime 非常舒緩 deteste 有種 很厭惡 怨恨的感覺在裡面 deteste je deteste deteste se film 你可以用sah 我討厭這一切 sah注意啊 不是一切的意思 是這個 它是 它是一個 泛指 這個 它是 當然這個有點跳出我們的範圍了 但是我可以多說一句 它是sula sula 是書面語 sah是口語 sah永遠不要用的正式場合的書面 sula 跟它是一樣的 sah是口語 正式書面 sula呢 它是一個指示代詞 指示代詞 這個 那個 je déteste ça 我討厭這個 你比如說 問 你這句話說 est que du aime ce film est que du a est que du est que du aime ce film 你喜歡這部電影嗎 ok je déteste ça 我討厭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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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討厭你 我特別煩 一點兒不喜歡 je déteste ça ok 好 當你用書寫的時候 je déteste cela 那我可以 我剛剛想到 咱們學的這個 bou bou très bien 可以用的 je aime bou bou 你注意啊 bou bou 後面跟數量 是沒有關係 不是不是 他後面跟一個名詞 他表示的是數量 你如果說bou de film 你只能說你看過很少的電影 ok 但你要用到jame的話呢 其實它就是一個程度了 jame ce film ok 注意這塊 你看形式的話 確實可以用bou de film 但是這是在說很少的電影 意思是上 這個地方表示的是 修飾m的程度 voila 特別樣 你要說bou de film 你就是在修飾這個 數量 電影的數量了 ok 這裡說的是 喜歡的程度 我也給廣大的學生朋友提了一個請 是不是 容易犯的錯誤 容易犯的錯誤 初學肯定覺得bou bou de film 不就是這麼說的嗎 但是你要看到這個bou是要在做什麼 他如果修飾m 他表示一種程度的話 後面不要加對連後面的名字 ok 那我可以理解為說他除了表程度還有表頻率啊 呃 他不是頻率了 他怎麼能是頻率呢 你喜歡這件事 不是說 我已經洗完兩次 不是他只能是程度 對不對 對 但你也可以說是頻率啊 je sable 我出門很少 這是頻率 嗯嗯 ok ok 理解嗎 那這個我們還是這個回到主題啊 我們講的是否定 否定的話 最基本的是動詞兩邊加neva 那現在呢我們又學了第二種表達法 是我討厭 ok 那今天呢我還想講第三種 我先把黑板擦掉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第三種 否定用法 好 那麼我們現在講呢 我這寫的是第二種啊 因為剛剛我們說那個 是這課很重要的一個句子 但其實呢從結構上來說 第二種 他應該是屬於第二種結構啊 結構我們今天只講一種新的結構 ne 什麼什麼 plus 啊 這是最簡單的 不怎麼怎麼樣了 這是不再怎麼怎麼樣了 ok 有什麼樣的 有什麼樣的區別呢 比如說 Je n'en basse film 我不喜歡這電影 那你可能表達的是說 我就從來沒喜歡過 我就是不喜歡 我不再怎麼樣 就可能以前我有這個行為 現在不再怎麼樣聽著了 他表 比如說Je n'en plus le film de Han Han 我不再喜歡 Han Han的電影 但這句話也有一個bug 因為Han Han只拍過一部電影 你說Je n'en plus le livre de Han Han 我不再喜歡Han Han的書了 因為表示什麼 我以前追捧過 現在不再喜歡了 但這不是個事實啊 只是個例子 OK 好 那下面呢我們說這樣一句話 Je fais du ski 我 以前 以前這個滑雪 但是呢 我不再喜歡了 不是不再喜歡 我不再做了 不再做了 你注意這還用了一個高級表達嗎 OK je n'en fais plus voilà 這句話的結構很高級 voilà ne plus 表達出我不再怎麼怎麼講了 注意一下 我這塊突然提醒了我 如果你說 Je fais du ski 你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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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用 我不再滑雪了 把這句話 不用an代替 你怎麼說呢 Je fais du ski 你直接用的是一個 直接是現在時 我不再滑雪了 用an來代替嗎 不用an代替 就直接用ne plus OK je n'e je n'e je n'e pas nonnonnon je ne 怎麼樣 je n'e fais je n'e faire non je ne fais 就是這樣 就是變位就是它 je n'e fais pas 你不在了嗎 Je n'e fais plus du ski 注意 雖然它後面有一個這個成分 它雖然這件事表示是花雪 但是你否定的時候是動詞兩邊放成分 je n'e fais plus du ski 不要說je n'e fais du ski plus 這是不對的 je n'e fais plus du ski 永遠是動詞兩邊 OK 放這個ne ba或者ne plus OK 其實挺簡單的 就是 用plus代替ba 表示的是不在 永遠的位置都是動詞兩邊 動詞的這個成分 你不要管的 還是該怎麼說怎麼說 但是動詞兩邊 放ne ba和ne plus 就是沒果定了 OK 那你來試試想一想 你能想到的一個句子 比我舉例了 你想想 很簡單 比如說 我不再是小孩了 喂 我是 je suis 太病 小孩怎麼說呀 這個 孩子 enfant 太病 所以你不是說 en enfant en enfant je n'es je n'e je n'e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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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 je n'es 我是不是動詞放兩邊嗎 那我是的這個 是的動詞變類是 je suis 我 je n'e su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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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 enfant 代表是soupir en non fang 注意en fang这个词 虽然你是个女孩 但是小男孩小女孩都是阳性 en non fang 这个词没有阴性 就是en non fang ok 我们不说什么 en non fang 不这么说 所以你要说 因为他只有阳性 所以你只能说 en non fang ok soupir en non fang 我不再是小孩了 ok 太平洋可以这样说 像你现在说 我再也不吃肉了 怎么说呢 我再也不吃了 这些时间是 je ne prends plus de la viande 太平洋 然后我这不再吃了 je ne prends plus de la viande 这块有设到 有绝对否定 部分绝对否定 je ne prends plus de viande de viande 没有那个lule 是吗 没有lule 注意 所以这块我们应该说是 je ne fais plus de ski ok 这块也写错了 je ne fais plus de ski ok 你绝对否定的时候 你这块就要用de 因为绝对否定呢 没有冠词 没有冠词 他绝对数量为零 je ne fais plus de ski ok je ne mange plus de bain je ne mange plus de viande 这块也是要注意的 ok 注意 好的 太平洋 那这一块呢 因为他这个表达比较高级 他把这个en提前了 我们还是一步一步来 我们先说如果要是我带着这个duski 我怎么否定 我不再滑雪了 je ne fais 喂 je ne fais plus de ski 这块想一想是duski 这块想一想是duski 呃 不知道 是 这块应该是duski 哦 为什么呢 部分冠词 在绝对否定 voilà 你看你这块是一个部分冠词吧 du 对 你先给他否定了 否定表示绝对数量为零 je ne fais plus de ski 我不再滑雪了 就是 de comment 零冠词 不是零冠词 他是这样的 他叫绝对否定的意思是绝对数量 数量为零 他有几个意思呢 表示数量为零 表示 部分冠词 部分冠词前面有 然后是否定 ok je ne fais plus de ski 明白了 我一次我再也不去滑雪了 不再滑雪了 ok 注意一下 那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吧 不再吃肉了 一样减肥 je ne fais plus 我不再吃肉了 啊 je ne fais plus 嗯 je ne fais plus de viande je ne fais plus de viande je ne fais plus de viande 我不再吃肉了 一口都不是了 数量为零 所以部分网词 而且是 部分冠词 而且是有否定 ok je ne fais plus de viande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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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就是我们今天说的 我们又补充了一个 否定的形式 ne plus 不再怎么怎么样 然后带着复习了一下这个 部分冠词绝对否定 啊绝对否定 特别 ok 好那今天呢我们这个第二十五课就上到这里 啊回去大家可以去多看个书 然后多背背单词 ok 好非常愿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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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accord 谢谢 大家 视频道 我们下上面 我们下记得